韩国军方表示 4号在韩朝边界发现了大约180架的朝鲜战机 韩国是紧急出动F-35A隐形战斗机等80多架军机升空应对 而正在参加韩美空中联合军演的240多架两国战机 也是按计划进行训练并且维持戒备状态 韩国统一部在4号表示 韩国政府强烈谴责朝鲜 以韩国每年举办例行防御演习为由 持续地进行威胁和挑衅 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 统一部的副发言人李孝珍在4号记者会上表示 朝鲜在韩国全国哀悼期进行挑衅 优伟人伦和人道主义 目前半岛的紧张局势是由朝鲜盲目开发核武器造成的 韩国政府将会以坚定的遏制态势 守护国民生命和安全 敦促朝鲜立即停止挑衅 并且响应韩方对朝政策路线图的大胆构想 朝鲜连日以来是持续发射大批导弹 其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 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 今天有180多架次的朝鲜军机正在进行军演 一度是逼近了军事分界线区 那相关消息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韩国记者金志贤 志贤你好 你好 志贤对于今天朝鲜出动大批军机逼近 韩军紧急的升空应对 你掌握到哪些消息吗 报道 韩军表示今天上午时一天到下午三点 韩军发现了朝鲜180多架军机 飞行站出景中间以北的内陆地区 以及东部和西部海上 韩国方面紧急出动了引擎战斗机F35A等 80多架战斗机 竟保持应对态势 目前韩美在进行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 警戒风暴 韩美的240多架战斗机正在实施演习 三万战机也参加训练的同时保持了应对态势 韩美暂时一日起动大规模联合空中演习 警戒风暴 本来计划再继续解释训练 但在昨天3日韩军发布 考虑到朝鲜继续发起调信 决定延期训练期间 今天韩国国防处表官表示 延期了一天 5日解释训练 这次朝鲜当天发表谈话 成立批评 韩美延期警戒风暴 训练期间的同时 向半岛中海方向发射短层端导导弹 至今朝方就有警戒风暴 比较灵感反应 从10月28日到本月3日朝鲜发生了22枚导弹 我表示政府抢越谨责朝鲜 以韩美国每年例行 反应研究为由 持续进行威胁和挑衅 推动半岛紧争局势升级 但同一步海军处 朝鲜立即停止挑衅 经响应 韩方的对朝政策路线图大胆够强 韩国民进方面非常担担半岛局势 朝鲜两支发射导弹 韩军也抢应应对 这事故导致半岛局势进一步落化 乃至于以前这些冲突 导致了大规模人员伤亡的事件 比如说天亮剑长长事故 严谨的标火事件等 所以人们非常担担 韩朝之间的偶化性冲突 我会在韩国提起观众 专门情况 主播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 之前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马上来连线 多次前往朝鲜采访的 本台记者霍维伟 美美你好 你好安东 美美这个朝鲜半岛近期不平静 那多架朝鲜军机是逼近军事分界线 对此你这边掌握到哪些消息吗 是的安东用朝鲜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朴振天也是军方一把手的一个说法 来说的话 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 是已经逼近了无法控制的一种局面 这种局面确实来说的话 我们回顾一下看到目前为止 今天朝鲜方面是动用了 180多架次的战机进行一个联合的军事演习 规模是朝鲜历次的空中演习当中规模最大的 上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空中的军事演习是在10月初的时候 针对的是当时的韩美军事演习 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的态势 就是美国和韩国认为朝鲜方面的威胁在增加的时候 会推出新的军事演习军演 而朝鲜方面为了回应也会进行一些升级性的演习 比如说这一次的美韩军演空中演习的话 它出动了240多架次的战机 240多架战机在5天时间当中计划飞行的次数 是达到1600多架次 这个规模在历史上是最高的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警戒演习 并且这次演习的内容是 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时候 韩国和美国如何去遏制控制战场 所以说对朝鲜来说的话 这种压迫力是非常强大 威胁是非常强大的 尤其美国和韩国动用了包括 不仅仅是一些战斗机F35A F35B等等 同时还有大批的侦察机也在进行一些演训 那么这样的一些侦察 对朝鲜现在的状态来说的话 就是压力非常大的状态 从这最近的一段时间可以看到 韩美推出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过的空中军事演习 朝鲜发射了单日发射20多枚导弹 接连不断的早上晚上不分时段的进行发射导弹 进行一种回击回应的形式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反复的升高的局势 现在就是一个问题 机身弹还是单身机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回顾到2019年年初的时候 美朝对话破裂之后 当时保留一定的空间 双方希望进行一些谈话 但是看到后期互相的释放 语言上的强硬的立场之后 到韩国和美国阶段 然后不断的升级 尤其是在尹熙悦政府 以及拜登政府之后 韩美换了政府之后 这种升级的态势持续升强 朝鲜方面也在升强不仅是在语言上 而是在动作上 所以说不断的这种升级状态下 持续的升级是造成了当前的一个紧张的局面 刚刚金之前也谈到了 韩国方面是非常担心 当前的局势会走向什么地方 如果持续的这样升级的话 必然是走着走到一个实质性的冲突 比如说之前发生过2010年的盐平岛炮击事件 尤其盐平岛炮击事件 炮击的对象还是普通的民众 这就造成比较大的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尤其在现在一种状态之下 双方没有任何的沟通渠道 仅有的一个沟通渠道也不是非常顺畅的 目前的仅有沟通渠道 就是百媒电的军事沟通渠道 这种渠道不是很畅通的情况下 都在进行大规模的演习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010年盐平岛的炮击事件 就是因为双方的一些演习过程当中 朝鲜方面向韩国控制的盐平岛发射了炮弹 包括之前的天然舰等等 这种事件会不会再次的发生 大家都是非常担忧的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无论是韩美还是朝鲜方面 都是一个强的立场 表达强的立场要对抗到底 没有一个对话的迹象 那么下一步局势该怎么走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 正如朝鲜的劳动党中央书记 朴振天所讲的 已经逼近了无法控制的边缘 在这个边缘双方都在试探 但是这种试探 接下来会怎么走 还需要持续关注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韩美在延续他们的军演 升高他们的军演 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选择 今天选择的是180多架次的战机 进行的联合延续 留下的一些手段 包括前射弹道导弹的试射 以及向太平洋区域试射洲际导弹等等 这都是朝鲜可以选择的选项 同时核实验也是朝鲜的一个选项 并且朝鲜现在已经把核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 做完了就是一个最终的决心的问题 安东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 韦韦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 谢谢 谢谢